我大学的时候啊 在中文大学中的崇基书院 我们四年级都要读哈拉图 那个是都读不懂 今天赵老师你把很多东西解开了 苏克拉底的重要性 你提到一件事就是当初 苏克拉底在教会开始的时候 他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有一点像 思习约翰的角色 那我就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今天在人类接受的阶段 华人我们的背景 我们就今天的一个这种的思维 跟我们的民族性 我们的问题 那是否因此我们会繁衍在 末世时代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提供这个思想给赵老师 让你来回答 另外一件事呢 今天你讲了几个很重要的名词 智慧 美德 跟明辩 这三个都在我们四十九个品格里边的三个不同的品格 那么品格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圣灵所接的果子 你看我们在这里有葡萄 那么森林的果子九果了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耶稣 他所展现的内在素质 就是基督的好品格 所以你今天所讲的内容 让我感受到品格教育的重要性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硬体都有了 软体就是要训练一群 像当年剑桥七英的这种的宣教士 训练出这种年轻人 那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像当年英国美国 说有的教会文化 所以今天的我们需要刻意来提倡品格教育 然后呢 跟他们一起用门训的方式 培养好品格 活出丰盛的人生 好 我去两个问题问赵老师 好的 第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多次探讨过 然后18号呢 我会给澳洲 这个我们已经见了一次 宝国弟兄刚刚是吧 星期六是吧 然后18号啊 这个也是一个周六 我会给澳洲再讲一次 我会讲 这个中华归族 以私自觉醒这个话题 实际上会更加 更多的来讲一次 那么有一个学生 这个华英姐妹呢 也特别的问我是吧 这个怎么 3030的意向是怎么回事 可能我也会在那里边再讲 我相信神在这个季节 在这个时代 他要大大的使用中国 也要欣喜华人 是吧 这个 欣喜中华民族 神有 神很爱我们 是吧 所以 生养了最多的中国人 是吧 前世界最多人就是中国人 神很爱我们 神也很冷爱我们 是吧 400年了 这个福音进入到中国 现在进入第500年 神还在等候我们 但是这400年里头 我们一直在拒绝神 从义和团的时候 就杀神的使者 对吧 猜教堂猜十字架 到今天还是这样 对吧 一直在抵挡神 神也一直 所以他一直以恩典待我们 一直以大爱待我们 也一直在以冷爱待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神有季节 神有主权 神有作为 无论怎么样 神 他的美好的旨意永不改变 是吧 那么最终呢 我相信 神周会归神的 这是神的超越的作为 他的方式 我们并不完全晓得 是吧 这个就像神怎么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去 是吧 这个神用他的超自然的方式 中国也是这样 所以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 但是我们中国人 第一 我们要悔改 这个不信主的人一定要在灵魂上 觉醒转向耶稣 是吧 信主的人呢 也要欣喜啊 要在真理上 觉醒转向耶稣啊 归正到耶稣呢 别以为你信主了 你灵魂觉醒了 你就好了 在真理上 糊里糊涂的 是吧 以此同时我们需要装备 需要意备啊 这个 我看了聊天室里 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 是吧 这个一看了 这个我替他着急 是吧 基本上就不懂嘛 这个就很正常 但是我们要学习 是吧 包括我们 信仰一定要让我们更有智慧 是吧 这个我们 所以我讲了信仰 要思考自己的主义是什么 你对你作为这个世界的长子 是吧 你是长子 你是管家 你是祭司 你是大地的第一责任人 你怎么来管理啊 怎么来治理啊 你得有这些基本的东西 是吧 信仰要思考自己的主义 同样信仰要有自己的思维啊 是吧 什么东西老得也牵着糊里糊涂的 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钞票 对吧 这种脑袋怎么行呢 这完全没有把两千年的教会的好的传统智慧接过来 是吧 我们只有透过思辨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才能更加明白神的真理 圣经不怕你去变 不怕你去讨讨 是吧 你也讨论 真理越变越明 越变越清楚 我们的生命最终要在真理上扎根 在生命上活住 在使命上践行才行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 所以我今天特别讲 其实我们基督生命成长的三位一体 对吧 我们要在真道的信仰上 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主意 无论你是什么中派 你是灵恩派 你是什么福音派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你得有一个 是吧 你得有个主意 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改变 改变你的生命 那你要考虑改变你的信仰 我记得戴哲生 这个穆斯的后代 戴契忠诚 好像说过这几话 他如果你的信仰 这个你信了好多年了 没有改变你的生命 那你要考虑改变你的信仰 说明你这个信仰有问题 是吧 这个 那么同样呢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思维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呢 这个 宝贵弟兄 我非常佩服你们 你们一直在坚实 是吧 陪教 这个陪基文教 基金会一直在做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非常重要 是吧 这个 但是你刚才讲了一句话 就是品格实际上是 圣灵所结的果子 那我们看到 苏格拉底的智慧 已经走到了尽头 而他的尽头 他的巅峰 实际上是我们的起点 所以西伯来人 犹太人上来就知道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吧 这个苏格拉底最终说的 实际上美德是 实际上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和神的一个关系的场合 你讲不清楚说不明 并不是老师可以教你的 对吧 那些有美的人 他的儿子就犯罪 你看到就教不 他教不出来 也不是一种知识 简单的 所以呢 如果品格教育是一种知识呢 他就太简单了 他不是知识 对吧 所以我经常讲 我说我可以教给你们知识 教给你们真理 是啥 但是呢 我不能改变你的生命 有的人就是不听 就是在那装睡 你一点办法没有 所谓圣灵道了 他哭得稀里哗里 他信主了 哭得稀里哗里 然后他说我要改变 是吧 那是神的时间 神的作为 品格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去浇灌 我们可以去杀种 但是呢 最终能不能接果子呢 神说了算 谋似在的人 神是在天 我们只能做那一份 就是 是吧 我们把这个 品格是怎么回事 把它给大家讲明白了 把这些知识传递出去 对吧 我们也用生命去影响他们 但是回过头来 这个果子能不能接出来 是吧 那是圣灵的果子 那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最终 还是归龙要改善 完了 谢谢 好 就是欲生同行 yes 欲生同行 那么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看人就是 看到他的负面的方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会去 看人的弱点 但是今天 我们如果从救赎的角度来看 上帝在每个人上有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要更看重 人有的改变 还没有完全 但是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加以赞美 称赞 这是品格第一 所用的一个鼓励人的方法 向着善的方面 持续的成长 另外我们都需要有改正的可能 所以呢 以品格改正呢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软性的让人去 这里你可以有改进 培养这个好品格 那你未来可以不同 所以呢 不是要就是硬性的要求他 而是提供一条路 那么我们要有好的榜样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 如果大家家长成为一个好像教练这样子 身教终于言教 那在家中来强调品格教育 然后在社区 完全用中性的品格教育 得到更多的孩子 那这样子 会不会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成州大地 能够培养出一群作业的下一代 好 就那么多 很重要 这个宝国兄 很重要 无论是 无论是神州大地的孩子 还是年轻人 还是企业家们 都很需要 但是我特别强调的 还是在基督里 在圣灵里头 对 我们只管 我们需要做那一份 但是我们知道 最终是在神的主权里头 最终我们归龙要给神 最终是圣灵的工作 是 就是说 信徒 因为跟神的连接 我们生命会改变 然后我们跟其他的连接中 因品格的平台的连接 建立好的关系 让人得益处 然后赢得他的心 然后向你打开 把神的道 这个跟他分享 能够归向主 所以这个 就是说 那我感觉到就是说 这是一个好的平台 跟所有的人建立 一个信任的关系 使人得益处的关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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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